我是王美玲,是一名退休教师 住在东亚萨兰岳的私务 1994年我加入马来西亚私务联委会 开始学习书法 曾经担任过书法导师 后来加入马来西亚私务协会 结果每年就参加各种展览活动 连展的活动 到过新加坡、印尼、台湾、中国、日本 参加连展交流 后来认识了朱绍英会长 在他鼓励之下加入马来西亚美术家协会 成为会员 才开始学习会话 每协主办的一切展览我都有参加 我对市长出的是历书出品 我很喜欢这个对联 是因为他讲得很有道理 对联是能受天魔荒铁汉 不招人计是庸裁 能够受罗难的人 才能够称得上是铁汉 但是如果一个人 一个有才华的人 或者比较出色的人 常常会招人嫉妒 所以不招人基督的多半都是庸裁 写书法跟会话带给我很多生活上的乐趣 不但可以管教朋友 而且可以修身养性 在这个事情经管理期间 我有机会参加了线上的书法课程 我今年已经80岁了 我想我会一直学下去 希望大家会喜欢我的作品 谢谢大家